今天我们接着来聊汉朝的历史 上回我们说到汉高祖生前和功臣们杀白马盟士 非流姓不能封王 无军功不能封侯 然而汉高祖去世不久 他立下的这两条规矩就被他的妻子吕后打破了 吕后作为汉高祖的原配妻子 跟汉高祖称得上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了 因为汉高祖的缘故 吕后蹲过秦朝的大牢 住过项羽的战俘营 吕后的哥哥吕泽 吕世之 妹夫樊快 也都在汉高祖反秦灭楚的战争中 几次立下了秦王救驾的大功 虽然汉高祖觉得吕后所生的嫡子刘盈 为人仁弱 不像自己 好几次想要改立弃妻夫人所生的三儿子 刘如意为太子 但是由于汉高祖麾下关键的统治之处 丰沛功臣集团的明确反对 最终也只得作罢 不过虽说功臣集团在保住吕后儿子 刘盈的太子之位这个问题上立下了大功 但是吕后对于这些曾经共患难的故旧们 其实并不信任 汉高祖驾崩之后 吕后立刻招来了他最重要的一个亲信 辟阳侯申一姬 申一姬当初也是汉高祖的同乡好友之一 正因为如此 汉高祖在斩蛇起义 当上佩宫之后 经常外出作战 就把家人托付给了申一姬 所以说在汉朝的这些开国功臣之中 除了自己的妹夫梵快之外 跟吕后最熟的就是这位申一姬了 因此汉高祖驾崩之后 吕后就找来了申一姬商量 二人都觉得 这些跟随着高祖皇帝配宪起兵的从龙功臣 当初都跟汉高祖一样是丰沛的老百姓 他们对高祖皇帝面难称臣 心中恐怕已经有所不服了 如今再让他们辅佐少主 那心里肯定是一万个不乐意 不如先密布发丧 把这些手握兵权的开国功臣全都杀了 然后这件事就被和吕家关系不错的 卓侯利商听说了 他就赶紧去劝阻申一姬 屠禄功臣是自取灭亡 万不可行 申一姬被利商说服之后 又回去说服了吕后 这才在汉高祖驾崩四天之后 昭告天下 然后太子刘盈继位 就是汉惠帝 汉惠帝自由懦弱 所以继位之后 朝廷大权就全部掌握在了他的母亲 如今已经进封皇太后的吕后手中 由此开始了汉朝历史上长达15年的吕后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 吕后最初只是以皇太后的名义 实际统治着国家 后来等到汉惠帝驾崩之后 吕后更是直接称治 自称为镇 命令称为赵 所有的礼制规格都和皇帝没有区别 因此后来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 并没有写汉惠帝本记 而是按照皇帝的规格 为吕后写了一篇吕太后本记 吕后掌权的这15年 可以算得上是汉朝初年 颇为重要的一段发展时期了 在此期间 吕后轻摇伯父 鼓励生产 废出科法 启用人才 遵行皇老之道 与民修养生息 树立起了汉初 节俭 简约的社会风气 为之后的文景之志 奠定了基础 再加上 吕后身为开国皇帝的结伐妻子 跟随着刘邦一起 平定天下 守卫江山 在这其中 吕后和吕家子弟 也都鞠躬甚为 这也使得吕后的历史形象 多少也不同于之后那些 只是依靠婚姻 从而执掌天下的女主们 想必吕后自己心里 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吕后掌权之后 也是为了扶植和巩固 吕家的势力和地位 费尽了心力 除了因为年长 早已成婚的 汉高祖长子齐王刘肥 汉高祖剩下的其他几个儿子 可能差不多都迎娶了吕家女子 史记中就明确记载了 汉高祖第五子梁王刘辉 迎娶的是吕后的侄孙女 高祖第六子淮阳王刘友 娶的是吕后的侄女 甚至就连吕后的亲儿子 汉高祖的次子汉惠帝刘盈 也被迫迎娶了吕后的外孙女 也就是惠帝自己的亲外甥女 孝惠皇后张氏 刘邦的第七子淮南王刘长 倒是没有和吕家联姻 这估计是因为他母亲早逝 自幼是由吕后抚养长大的 所以可以算得上是吕后的自己人吧 至于高祖第八子 也就是汉高祖最小的儿子 燕王刘剑 虽然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他的妻子是谁 但是史记中却记载了 刘剑的一个美人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结果被吕后所杀 导致燕国决死国除 无论是基于爵位成袭的政治利益 还是夫妻之间的争风吃醋 吕后作为刘剑的嫡母 会出手杀死他的庶子 最合理的推断 那就是刘剑的正妻 也是吕家女子 还有就是汉高祖第四子 大王刘衡 也就是未来的汉文帝 提起汉文帝的妻子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窦太后 其实窦皇后最初 只不过是汉文帝的侧氏 真正的正宫 代国王后另有其人 不过这位代王后的姓名和出身 都不见于史记 史记中只是简略的记载了 这位代王后 在文帝登基之前就去世了 然后她跟文帝所生的这四个儿子 在文帝登基之初 也都先后病逝 特别是后一段记载 自然就引发了后世学者们的浮相连篇 因此有观点认为 这位萧氏于史料之中的代王后 应该也是吕家女子 她的四个儿子 应该和汉惠帝的儿子们一样 后来成为了汉文帝 特别是樊吕的功臣集团 担心吕家死灰复燃的牺牲品 即便是早已成婚的刘肥 她本人虽然已经有了正氏王后 但是吕后还是把她的次子刘章 招入朝中 娶了吕后的侄孙女 其实也就成为了吕后手中的一个人质 就这还是刘肥把自己齐国所属的成阳郡 献给了吕后的亲闺女 鲁元公主 作为汤木义 这才换来的殊荣 要不是这样 刘肥就跟她三弟 赵王刘如意 一个下场了 刚才我们聊到了汉高祖的几个儿子 和吕家结亲的情况 老大刘肥 老二刘盈 老四刘恒 老五刘辉 老六刘友 老七刘长 一直到老八刘剑 唯独落下的 就是老三 赵王刘如意 当初汉高祖率军 吸入关中的时候 并没有携带家绢 吕后当时还留在高祖的沛县老家 照顾一双儿女 就是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以及汉高祖的父母 后来等到汉高祖成为汉王之后 就迎娶了一位侧氏 欺负人 也就是刘如意的生母 在汉高祖所有的妻妾之中 欺负人无疑是最得宠的一位 而她的儿子刘如意 也被汉高祖认为是所有儿子里最像自己的 因此一度有过废除吕后所生的嫡子刘盈的太子之位 改立刘如意为太子的打算 因此欺负人和刘如意母子 与吕后之间当然也就结怨很深 正是因为汉高祖的宠爱 所以欺负人在儿子刘如意被封为赵王之后 并没有和儿子一起去赵国旧藩 而是继续留在长安宫中 所以等到汉高祖驾崩之后 吕后就下令把欺负人关进永巷 作为聪明的奴仆 这位欺负人看来也是一位毫无诚服之人 如今是惠帝在外屡后掌权 他都已经变成奴仆了 却仍然在永巷中天天唱着自己写的歌 子为王母为鲁 终日冲伯木 长与死相舞 相离三千里 谁当使告辱 意思就是说 儿子是国王 母亲却是仆役 每天充迷到天黑 陪伴的只有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母子相隔三千里 有谁能告诉你我的处境呢 作为吕后重点关注的对象 弃夫人的这首歌 当然很快就被报告给了吕后 吕后就派人招赵王刘如一入朝 就想毒死他 但是汉惠帝和他这个三弟 其实是从小一块长大 关系很不错 而且汉惠帝为人一向仁弱 因此汉惠帝既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思 放刘如意回国 但也不忍心真的让吕后杀死刘如意 所以汉惠帝就在刘如意到达长安的时候 亲自去接他 然后终日待在身边 兄弟二人 兄弟二人 形影不离 因此吕后等了一个多月 才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 有一天 汉惠帝早起去郊外打猎 看刘如意睡得挺香 没忍心把他叫醒 于是吕后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趁着刘如意一个人在宫里的时候 派人逼他喝下毒酒 把刘如意给堵死了 然后吕后就派人把汽夫人挖去双眼 熏龙双耳 砍断手脚 灌下雅药 扔进厕所里 称为人质 就是像猪一样的人的意思 因为汽夫人最后就这样 惨死在厕所里 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 中国陕西河南河北一些地区 有人会在中元节祭祀厕所之神七姑 其实这位七姑 就是做过汉高祖测试的气夫人 可能是因为恼怒于汉惠帝 对刘如意的保护 也可能和汉高祖一样 不喜欢儿子软弱的性格 吕后在把气夫人变成人质之后 还特意让太监带着汉惠帝去参观 汉惠帝看见父亲生前的宠妃 居然被自己的亲妈变成了这副模样 吓得是当场大哭 回宫之后更是大病一场 然后汉惠帝就派人给吕后传话 说这种事不是人能干得出来的 儿臣作为太后的儿子 再也没有脸面去治理天下了 从此之后 汉惠帝不问政事 只是在后宫饮酒作乐 仅仅过了六年就因病驾崩了 惠帝生前对于母亲吕后 强行安排他娶自己外甥女张皇后 这种亲上加亲很是不满 据说汉惠帝就是因为内心无法接受这种乱伦式的婚姻 所以从未和张皇后有过夫妻之时 不过在汉惠帝的一个妃子怀孕的时候 吕后让张皇后也假装怀孕 等到那个妃子生下儿子之后 吕后就派人杀死了妃子 然后假装这个皇子是张皇后所生 因此等到惠帝驾崩之后 吕后就安排这个孩子继承皇位 就是西汉的前少帝 这一年在历史上也被记载为汉高后元年 然而就在汉惠帝的葬礼上 有人发现了一点不同寻常之处 这位慧眼如炬的智者 就是张良的二儿子张辟强 当时张辟强正在朝中担任世中 当然也要参加皇帝的葬礼 然后张辟强就发现 吕后在葬礼上只是干嚎 没掉异地眼泪 他想了想就明白了其中的缘故 于是他就去见了丞相陈平 张辟强就问陈平 说太后只有慧帝这么一个儿子 如今慧帝驾崩 可是太后却只是装酷 并不真的伤心 丞相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陈平表示自己也想不明白 张辟强就接着说 慧帝驾崩没有留下成年的子嗣 所以太后担心 朝中像您这样的开国功臣会有异心 为今之际 您不如去拜见太后 请求任命太后的几个娘家侄子出任将军 统帅负责守卫皇宫的南军和北军参与朝政 这样太后就安心了 丞相您也就足可以避祸了 陈平听完觉得张辟强说的很有道理 就赶紧入宫起奏 吕后听了陈平的建言 心里非常高兴 再哭就有眼泪了 然后吕后下令 封他的侄子吕台为吕王 吕产为梁王 吕禄为赵王 还有一个侄孙吕通为燕王 而且他们几个人都不用去封地就藩 继续留在朝中担任官职 另一位丞相王陵 坚决反对吕后这种 违背了汉高祖留下的白马之盟 分封吕氏子弟为王的做法 但是并没能阻止吕后 反倒是王陵自己的丞相之位 落到了吕后的亲信申医基的手中 这时候逐渐长大的前少帝 有一次不知道从哪听说了自己的身世 因此口无遮拦地抱怨说 太后怎么能杀了我的母亲 现在我年纪还小 等我长大之后一定要为母亲报仇 很快这话就传到了吕后的耳朵里 吕后就立刻把前少帝囚禁在了永巷 然后谎称皇帝患了重病 无法临朝 但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因此废除了前少帝 改立他的弟弟 也就是吕后另一个孙子 恒山王刘洪为皇帝 这就是西汉的后少帝 然后前少帝就被吕后给堵死了 之后吕后继续大权独揽 掌握着西汉朝堂大约四年的时间 直到公元前180年 也就是汉高后八年农历三月初三 在宋代以前农历三月初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被称为上四节 按照当时的习俗 这一天人们都要到河边用流水沐浴 让疾病和厄运也都一起被流水冲走 称为伏系 不过在公元前180年的上四节 发生了一件大事 吕后在去坝上伏系之后 在返回长安皇宫的路上 被一只突然跑出来的黑狗吸结了 传说这只黑狗 正是被吕后堵死的 赵王刘如意的冤魂作祟 几个月之后 权清一时的一代女主 汉高后吕志病逝 据考证正是死于被狗咬伤之后的狂犬病 吕后在去世之前 还是对他的身后之事 做出了安排 他把自己的一个侄孙女 嫁给了后少帝立为皇后 任命亲信辟阳侯申医基 为太父辅佐后少帝 然后吕后又任命了自己两个侄子 吕王吕产和赵王吕禄 分别担任丞相和上将军 执掌汉庭军政大权 尤其是负责拱卫 京师守卫皇宫的禁卫军统领 常乐公卫和卫央公卫 也都换成了侄子吕禄的亲信 最后吕后招来了侄子吕产和吕禄 留下了他最后的一命 吕后告诫两个侄子说 当初高皇帝平定天下 曾经和大臣们约定 非刘氏望着天下共其职 如今吕家子弟多人封王 大臣们心中一定不服气 我死之后皇帝年幼 大臣们恐怕会生异心 因此你们一定要亲自率兵守住皇宫 千万不要出城为我送葬 以免为他人所致 吕后驾崩之后 汉朝朝廷之中 就再也没有一个威望和才能 足以压制各方的人物了 早已矛盾重重的吕氏家族 汉朝宗室 还有功臣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 呼之欲出 那么最终的胜利 究竟花落谁家呢 这个还得请您静待下回分解 最终的权力斗争 一定会承讯的权力斗争 因为你懂得爱的 这种粉丝 在这种粉丝里的权力斗争 感谢观看